傍晚路过大巴扎 给大家进去拍一拍视频 这是外地人 到新疆必打卡之地 非常漂亮 晚上的夜景 今天进去不用排队 人不多 到大巴扎里面 要看核酸报告 还有你行程码 哇塞 一进来景观好漂亮 还有字 2022世事如意 是的 愿我们2022世事如意 观光塔还挺高的 要收门票了 这边也好看 夜色中的塔都很好看 这是个清真室 今天人非常少 没有人 乌鲁木齐的旅游 忘记还没来 按理说是到五一之后 就该游客多了 不过今年疫情 反反复复 好多人都出不来 卖石头的 卖新疆礼物的 疫情 确实对旅游业 影响大了很 餐饮 住宿 真的影响非常大 旁边的小店 卖的都是新疆特色 新疆本地产的 精油 药材 还有精美的瓷器 这是卖的啥 冰三礼物 卖的都是特色小吃 水果 喝的 这个是冰淇淋 这啥好吃的 人真不多 真少 有些店都开着呢 新疆精油馆 金油 这应该是一粒的精油 这打造后的大巴扎 夜景非常漂亮 以前可没有这么美 这 这个很漂亮的呀 都在打卡呢 拍这 话说这些小商铺亭子也挺美观的 很漂亮 特色小花帽 这是啥 这条街区也很漂亮 墙上也是灯光呀 精美的童气还是吃气啊 童气也有 吃气也有 非常漂亮 这也是的 鸳鸯锅嘛 非常漂亮啊 这个是少数民族的传统乐器 晶莹的 在这样子子走往下走啊 就是个出门了 出口 我准备从这出去了 那今天就是到这里面 简单给大家钻了一下 大巴扎啊 热闹的时候还没来 我们期待着啊 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